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上期给大家介绍过 泽连斯基想要和谈 俄罗斯很显然是不希望 不希望和谈 俄罗斯现在也公布了一些 假如要和谈 他的条件 我看了这个条件了 基本没戏 瑞士和平峰会 普京明确说不会派人参加 实际上就代表了 俄罗斯就不想谈了 对于这个我觉得 俄高层这几天 给出一个停火方案 也是把美国欧洲 这些政府给吓一跳 基本上俄罗斯的胃口非常大了 这是科里姆林高层的 弗拉基米尔·罗格夫 向外界透露了 一个停战方案 他其中有第三条 第三条值得跟他分享 他第一点说是 首先乌军必须从扎布罗热 赫尔松 顿尼斯克 卢安斯克 四个俄罗斯的新领土 全面撤军 这个条件是意料之中的 之前他们也说的 你乌克兰小河潭 你先撤军 顿尼斯克 就是全境 你够撤 就是到边境 对吧 顿尼斯克边境 基本上 斯利安斯克就不能有乌军了 对吧 不是停火线 顿尼斯克现在有1 应该有3分 3分之2 还是在乌克兰控制之下的 第二点呢 说乌军必须自觉的去纳特化 去军化 并坚定的使用俄语 作为国家语言 这条呢 之前要求也一样 乌克兰必须用俄语 顿尼斯克和这个 这个卢干斯克当时闹独立 其实也是个原因 就要求这个 顿尼斯克人 就是 就讲 讲乌克兰语 要单独学乌克兰语 最后一点就是 未来乌克兰要 允许另6个州 实行自由共同 这是最关键的 我不光是要 要拿你现在的四周 你给我吐出来 你给我兵撤走 另外6个州 你也得让他们自行公投 决定 这6个州是包括 尼古拉耶夫州 蒂尼泊 比多夫斯克州 哈尔科夫州 奥特萨州等等 看了吗 这就是 就是蒂尼泊河 以东的区域 我全要 公投完结果 那当然是加俄罗斯了 这就是 还想要再继续 拿乌克兰6个州 特别是 奥特萨 如果是被俄罗斯 拿下了 奥特萨 或者是公投拿下 那么乌克兰 基本没有出海口了 就直接变成内陆国了 现在俄军 占乌克兰 20%领土 那如果 在这6个州 没了 估计就 还将失去 25%以上的土地 失去的更多 所以蒂尼泊河现在 面临一个选择 包括乌克兰老百姓 也要面临一个选择 你们现在就是 停火 还是说 这个 我觉得这个 俄罗斯给的条件 就是你停火以后 跟我谈 也得是让那6个州 去公投 6个州公投 我觉得这个 是吧 这个公投结果的 不意外啊 不意外 如果你真怂了 乌克兰怂的话 这些人 你说投票 怎么办 当然也会缓一段时间啊 但是如果有人救他呢 就是有人 美国人大选之后 来救乌克兰 当然也有人认为呢 这个俄罗斯 这个实际是 这个 实际不想谈 所以才列出这些 俄罗斯现在 有人说没这个实力啊 毕竟俄罗斯现在在边境上 比如哥德等等 也是受乌克兰的袭击 这个先不谈 但我觉得至少这个 人家列出这个核单协议啊 基本上没有可能执行 就连泽连斯基啊 就包括马斯克也能看到 泽连斯基现在啊 面临一个旗鼓南下 他没有办法去 与这个普京讨价还价 因为他在战场上是 是没有这个胜算 荷兰首相之前访华的时候 已经提到一个要求 就是在之前普京 或许最后还能听中国的劝 经过现在跟莫斯科恐袭之后啊 荷兰首相要求 中国能够带话 这个看来是 想让中国冲面嘛 让普京回到台湾中 莫斯科恐袭实现之后 基本上这事儿 中国压力就没了 中国基本上是 不用考虑 普京不会考虑中国这个 要提这个和谈的事儿了 不会了 现在停战呢 普京可能 不可能向 俄罗斯老百姓交差 这个是泽连斯基自己找的 就是他的 我不知道最背后是 测法者是谁啊 现在美国 美国的学者呢 现在指向了纽兰 维多罗尼亚纽兰 他是在这个袭击试验之前 一周被截止了 换一下说 会不会美国国务院 就掌握了一些情报 就是底下有人 私自在搞这个破坏 私自在执行这些秘密任务 那这些秘密任务 没有得到拜登的授权 最终是由美国 要承担这个结果 为维多罗尼亚纽兰 纽兰最后被截止了 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他在做一个挑战 这个拜登权力的事 这个事儿不能干 但纽兰就干了 所以说呢 立刻被截止了 就是美国人把他踢出去 这个美国学者认为 那就是他可能就是背后参与了 或者说策划了 那这个事儿 美国人就立刻 你看在这个莫斯科事件之前的一周 一周就公布了 立刻公布 音乐厅去美国人千万不要去 可能跟这有关 当然这个最后啊 最后还得要俄罗斯的调查 但是现在美国人在怀疑纽兰 有可能有参与 这个人不简单 这个川普讲过 他见过纽兰 他认为这个人非常危险 从那个眼神当中看 这绝不是简单 像个黑社会 是吧 所以川普能说他非常危险 说明这个人能力非常强 说明他有手段 会不会这个事件是 等于是没有在美国高层授权情况下 他们就干了 但至少看就是俄罗斯这个和谈啊 这个这是不可能了 普京现在和谈 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俄罗斯老百姓交代 你把莫斯科杀成这样 我跟你和谈 所以说完了 这个莫斯科试验之后 中国压力减轻了 荷兰首相到中国 他也不再提这个事了 说完了 这个你请中国出山也没用啊 莫斯科试验之后 谁还能改变这个局面吗 这就是乌克兰 包括这个纽兰 他们就不希望出现 和谈这个可能性 就让俄罗斯和乌克兰 世代为仇 世代干下去 但是美国人立刻明白 就是美国估计啊 拜登也明白 这事我如果不把纽兰开了啊 这个危险人 早晚把我带进去 我他妈是你领导 还是你他妈是我领导 对吧 拜登也意识赶紧开 这人不开 可能未来美国啊 这个俄罗斯人抓 可能抓到他 这个东西跟我们有关了 所以我 我觉得啊 可能是要断臂修胜 那就是说 美国人确实知道是这个案子 他不能承认 俄罗斯呢 也知道是这个案子 但是既然你把纽兰开了啊 我可能跟你的情报机统 可能做交换 但是你可以想想啊 现在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包括跟乌克兰关系 到这个程度 这个和谈 人家要六个州啊 这六个州看来人家铁钉要拿下 就每次俄罗斯啊 要拿下什么时候 老百姓是全力支持的 就领土扩张的时候 他一定全力支持的 你美国人现在面临的就是怎么样啊 让这个莫斯科事件 这个最后发酵的 这个不会是引起俄罗斯 老百姓最后要拿下整个乌克兰 这六个州现在看啊 这个怎么保啊 现在你用这个恐怖兮兮看来是 适得其反 整个这个事件当时他们他完全是错误的 纽兰实际是做了一件大错误的事 最后被开了 如果假如啊 假如是纽兰参与了啊 他制定这个计划 可能就是 战略上啊 绝对是个 侏儒啊 他没有考虑到最后结果啊 可能是加速了乌克兰的衰亡 所以咱们看啊 这个事情啊 就是你用一个啊 执行力很强的人 纽兰确实参与过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他执行力很强 但你用这种人 如果他有野心 或者是不受控 那可就完了 我觉得现在看啊 这个 这个乌克兰现在想要和谈 俄罗斯开六个州的条件 没有人能同意的 但干脆就让给你了嘛 这不打就让给你 我打呢 还有 打也没有希望啊 打也没有希望 所以现在看乌克兰只能硬扛 你说这个最后结果什么 就硬扛 泽安斯一 他当然是要自私的 他考虑自己 所以我必须要强硬 不能跟俄罗斯和谈 和谈这事就不可能存在了 普京也不可能和谈 普京如果跟这个乌克兰和谈停战 怎么交代莫斯科事件 有一系列的细节都已经显示 双方还要记忆他 而且这个地捏薄合可能就变成下一个边界 对 谢谢大家